將軍澳醫院一個92歲男病人 在上星期三在進行右眼白內障撤除手術後 出現眼內炎病發症、疼痛和視力下降 情況更持續惡化 星期二要緊急摘除眼球 讓本經化驗後發現肺炎鏈球菌 遠方決定由3月8日即星期三開始 到3月13日暫停白內障手術服務6日 以便進行全面消毒以及收集樣本發炎 有關消息由九龍東醫院聯網 在星期三深夜發新聞稿披露 遠方說初步相信感染源頭 並不是由手術室設施環境因素造成 但為了安全起見於是作出有關決定 遠方已通知50個受暫停服務影響的病人 會在未來2個月內重新安排手術時間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